《華山論世》 歡迎大家來到《華山論世》節目 今天和劉蘭卓卿在華山會面 當然是說電視辯論 特朗普對賀錦麗 雖然過了一天但還可以 都是熱烈烈的節目 你怎樣看 我個人覺得特朗普贏 你覺得特朗普贏 我自己有個好心 78歲的人反應很快 根本沒有停 我懷疑這次因為你的年紀問題 我幫他擦不擔心 你可能想到我78歲 有沒有那麼聰明 絕對沒有那麼聰明 根本沒有停 而且反應很敏捷 不像一個78歲的年紀 所以現在北京又開始討論 延遲退休年齡 所以60歲退休真的太早 70歲退休就對了 70歲退休 他都做到78歲了 我這樣看 我覺得有兩件事 第一件事 你是甚麼人 決定你認為誰好 我們大家很理性地去看一看 這件事 你們兩個人比較之下 就是特朗普 就廢足幾十分鐘 廢足 用一個廢字 他是不是很流利 非常流利 由一個語題 別人問一個問題 他都不回答你的問題 就跳到另一個問題 他就廢了很足 廢完了之後 然後別人再問他 他又跳上來 又講另一個話題 又廢了很久 這就是廢足了這麼多時間 學金利是比較正常 他講一件事 就是講那一件事 沒有甚麼跳來跳去 所以在這樣的情形 我覺得如果你是一個 兩個表現不差 都好 如果你是理性的人 你便会觉得特朗普是问非所答 虽然他说得不差 但你会觉得他问非所答 所以不应该是他 应该是赫金丽说得偶些 但如果你是一个感性的人 你便觉得七情上 火都离开 这就是嬉皮笑脸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理性的人 你便可能觉得何锦丽就赢 但你一个感性的人 可能觉得特朗普赢 问题是谁赢 其实美国是感性的人多 还是理性的人多 这个没有人知道 我觉得今次这局真是五五波 到时谁赢都很可能 但消息传来 现在是超级富豪捐款 反而特朗普收多了钱 但不管怎样都好 其实今次总统选举 我相信不到最后一分钟 即是揭了钟 你都不知道谁 我自己觉得 媒体两个提问 是有些偏颇下来的 是 因为那两个 你做得记者 去到做这些提问 是很正常的理性思考的人 理性思考的人 基本上就会觉得 这个人答问题 就是答对 我问左他就答左 我问右他就答右 这些不是我们同一种人 所以他一定是 比较上是偏帮他多些 但特朗普真的不是 他真的跳来跳去 但他跳来说的说得很通纯 所以两者比较 不是看特朗普和賀金黎 谁说得好 而是基本上是你听个人 基本上是一个人 但我就会觉得 在美国正常的人 就觉得 即是赫金黎赢 不是那么正常的人 就觉得特朗普赢 我问一句 你认为美国正常的人多 还是不正常的人多 我都不懂回答你 我觉得真正是理性思考的人 是少数 多数人就是说 谁上来对我有利 这方面去考虑 但这次基本上 两个人 除了被堕胎 对我们这些人 对我们这些人 就是了解不多 是兴趣不大 就是我们不说那些 但基本上说经济 其他人 基本上什么都没有说过 我自己觉得 你先说特朗普 跳来跳去 我觉得他是一个策略 是对 他知道这些人 是要针对他 他已经背到熟 我跳过来 你一拳打你 我避了你 我又立刻打你 就是这样 就像何锦麗说 你国会暴力 他立刻又跳到另一个问题 根本这个问题他都不理你 他带住了何锦麗 亦都带住了那两个问题的人 就周围跳 搞到那两个人都乱了大龙 从客观来说 我认为何锦麗 现在是代表了执政政府 执政政府所有做得对的 他要承受 他可以领功 做得不对 他又要背 所以特朗普就 莫名拿着他做得对 拜登有什么做得对 其实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做得对 就是了 所以从大形式来说 这个辩论形式 其实特朗普是 占据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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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想 你也很可能 你对女性 是否你对女性 有歧视 有歧视 不会 你不会 不会 因为我觉得 理论来说 何锦麗 实际上没有公正 而且突然间 因为拜登 不够 就硬推你出来 但现在 整个民主党 很懂得炒回你的势 将他的势 炒回上来 但问题是炒不炒得生气 炒不炒得生气 炒不炒得生气 其实美国 如果我们很理性地去看 理性地去看 必必定是说 何锦麗赢 理性去看 其实说了 有些什么 说了 你是听完之后 你会觉得 美国跟着下来 那个 处理问题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 基本上 你是听不到任何东西 简单说 特朗普是唯一一个总统 有说过他要保护美元 如果他说 如果不保护到美元 他就砌全世界 他也有说到 如何保护美元 亦都说了出来 何锦麗 什么都没有说 如果你问我 我便觉得 最少 不是说我喜欢他这件事 或者是对不对 而是最少 他有想过那件事 亦都去思考了之后 是有些东西做出来 但可行不可行 我完全不知道 因为他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 我加关税 我加关税 你如果不用美元 就禁止了你 我将整个市场封闭 不给你 但当然 你做的时候 是杀敌 就是杀敌 拜伯自选三千 反过来 你美国死定了 但何锦麗说了什么 没有说过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何锦麗 其实是失策 他就说 特朗普你为何加中国的税 特朗普马上回他 他说 你现在是继续 我加税 你一分钱都没有降到 反而还提高了 马上把他的军 搞到何锦麗没有招 所以我认为何锦麗 他这次变戀上最大的弱点 就是特朗普做的事 他不能批评 他又提不出 他又提不出新的东西 他没有 因为他说新东西 就是被特朗普攻击 他说新东西 特朗普的人这么快 虽然他七十八岁 他很快 他立刻又再砌你 说你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这个不行 所以他现在 基本上这个总统辩论 就变了不是说 美国未来的四年 是怎样统治 而是纯粹说 他怎样衰 他怎样衰 我对手怎样衰 我对手怎样衰 其实在这样的情形之下 你坐在这儿 坐在这儿 过两个小时 基本上你是猛疹 我看完都觉得很猛疹 你说我过得过不过瘾 但是老实说 特朗普说的那些 就是三肤痞 不三肤痞 何锦丽没有东西 就是假扮笑容 其实真的没有什么意思 特朗普我听到一个都比较重要 灌测到特朗普的思想 两场战争要尽快退回来 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 要收缩 其中说了一句话 他说 美国的军工终合体 在两场战争摘了暴力 他如果上来 要将他们赶出去 但我觉得这个又是很失责 因为军工终合体 在美国的利益和势力 是很强大的 你特朗普这次赢 你得罪他 你怎样能够赢 那又未必 我又觉得他这样 其实美国人很多都觉得 美国是花很多冤枉钱 因为那些冤枉钱 飞机上一个厕所 可能几万元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大家都可能觉得 你应该对付这班人 不是应该不对付他 你对付他是怎样 因为美国现在那种 就是投标的方法 军工混合体 基本上是大家打龙通 因为你有个旋转门 你做完上将 然后走出来 你又去那里打工 因为你退出来 好像你说的 他就六十岁 五十多岁 他当然去做那些工作 或者你又去做隧客 其实说来说去 大家都是打龙通 你不剪掉那些钱 你美国怎样可以搞定你的赤字 但是賀錦麗一句说话 都听不到 是说对付美国赤字 如果你真的这样看 我们这些站得那么厚 站得那么清楚的人 就看到真的有了道 特朗普有了道 不是说他说那些东西 一定是未必的 可能跟中国打上来的时候 经济战打上来的时候 可能他们都是要输的 但反而我不喜欢拜登那种 口中就在说 怎样怎样怎样 背后就衰衰的 又做把刀仔 这些是黑人争的东西 特朗普说这句话 后来我又形成想 可能他现在支持他 最主要是美国高科技集团 好像马斯克这些东西 做生意 不是军火商这班人支持他 美国民主党和军工混合体 基本上打龙头头很重要 其实全是大美国主义 所以军工混合体 又控制到媒体 很多媒体都是他们给钱 所以这样比较之下 基本上美国总统选举 这次我觉得未必看得通是谁赢的 下一次又再来 再说一次 你猜下一次会不会说得好一点 大家说一些实在一点的东西 我也不知道会不会是这样 无论如何 这次辩论可能是第一次 可能最主要是 周生李先生说的最主要是人性攻击 就是一个人形象的设计 一定要先毁坏 其他政策牛肉 可能第二场辩论才再煲出来 但无论如何 现在因为媒体可能帮何锦衛多 是 传统媒体 所以未来 到底哪个上场后 对全球政策有影响 特别是对我们中国的政策有影响 我自己有留意到 这次辩论 实际上 中国两个字 好像只听我一次 就是关税那里 根本没有提 完全没有提 其实有点浪费 这次《华山论世》 上到来 就两个人一边 一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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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你 你打我 我打你 只说完 下山了 就走了 其实什么都没有看到 但接着 美国人又不同 比如说女人 我堕胎 我游在我的州那里 不行 要去哪里堕胎 有什么时候可以堕胎 可以去到什么时候 不可以堕胎 那些问题很难说 甚至去到 美国人可不可以拿枪 这些问题 都没有提 全部都没有 所以对我们来说 就是这样都可以 这样叫总统辩论 但无论如何 等下一次 是否会再好些 我们又等多 去到这个月底 看看他的辩论 我们再跟大家报道 好 今天说到这里为止 拜拜